大家好 本です 這是日本漫畫金魚妻封面的標題 意思是說妻子為何跨越那條紅線呢 是不是一聽就非常juicy呢 這個作品是透過不同的故事 去探討人妻為何會出軌的 日文當中很多時會用 不倫或者浮気去表示出軌偷食的行為 不過這兩個字其實也有些分別 Furing是指持續的關係 而Waki是指短暫的關係 Furing是適用於已婚人士 而Waki無論你有沒有結婚都可以用 Furing多數是用於已經發生了肉體關係 而Waki無論有沒有肉體關係都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精神出軌的話 一樣會被人說是Waki 日本女漫畫家黑澤R就在2017年推出了作品 金魚妻 一推出就大受歡迎 2021年已經出到第九本單行本了 不過好可惜中文翻譯版暫時只有一至到第四冊 至於今年的2月14日情人節 Netflix就推出了真人版的金魚妻 一推出就立即封磨了各大排行榜的三甲位置 漫畫當中本身已經有不少的情慾畫面 劇集當中的演員幾乎都全部豁出去 和大家上演了一幕一幕的血脈沸騰畫面 當然它和一般的H漫畫或A片是不同的 它在每次發生關係之前 都會清楚交代角色的背景 和關係 令到這些情慾畫面吸引你 這些小型去看的同時 都可以服務到主線的劇情 和不會圈崩奪主 我覺得這一方面它都做得不錯 不過如果你只想看小型的話 那不要浪費時間 直接看AV吧 這次的劇集收錄了六個單元 金魚妻的故事就是 將夫妻關係比喻成為養金魚 金魚是沒有能力自己逃走的 如果你不適心照料它的話 它就會死在污髒水裏面 外包妻用的比喻是外判 自己公司搞不定的事 就外判給其他公司做 夫妻之間沒有了性生活 又外判給外面的人解決 這可能是最常見的出鬼理由 便當妻就幾特別 用便當來比喻成愛 傳藝了得的妻子 每一天都為丈夫精心準備便當 丈夫不珍惜之餘還跟下屬大方分享便當 看著其他人品嘗自己妻子的便當 反而令到丈夫更加有性趣和妻子做愛 伴走妻就用跑步作為比喻 如果夫妻之間沒有考慮對方的步伐的話 雙方的距離就會越拉越遠 是少有的編章和出軌沒有什麼關係 頭痛妻應該相信是大部分人最覺得surprise的地方 因為風格跟其他編章有點不同 沒有什麼隱喻 但就有點懸疑劇的味道 特別是小孩說 我知道媽媽的秘密 我馬上想起國庫城殺人犯裡面的小孩 我又想起你老婆 其實沿著裡面的小孩已經是高中生 所以說回媽媽的問題的時候 就會相對令人信服 改裝妻就是用裝修作為比喻 人很多時候都要靠外在的粉飾去取悅別人 但其實心底裡都希望找到一個可以坦然相對的對象 其實這個編章在原轉漫畫好像是沒有的 但相信是取材於當中的原藝妻 因為裡面都有一個男角色背部有一個很大的紋身 但故事內容就完全不一樣 而且尺度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相信這個也是不可以放下劇集版的原因之一 但如果你喜歡重口味的朋友 就非常推薦你去看漫畫 因為看完之後你就會非常佩服日本人的腦袋 只有你想不到 沒有他想不到 只有你不敢說 沒有他不敢畫 其實在漫畫當中 每一個單元都是獨立的故事 節奏明化而且毫無瓜葛 充分顯示到現代社會各種光怪陸離的畫面 但如果將這些故事都放在同一幢大廈裡面的話 就會好像變成 住在這幢大廈裡面的主婦一定是很容易出軌的 起碼如果我結婚的話 我就一定不會住進去的 剛才提到每一個單元 原本都是一個獨立的故事 但劇集版就將金魚妻這個故事 拉長成為一個主線 變相節奏上也會拖慢了不少 而編劇必須創作更多的情節去支撐故事 而這些新家的情節對我來說是一個敗筆 首先告訴大家 金魚店的老闆並不是一個小鮮肉 而是一個大叔 男女主角也不是一個子弟戀 阿蘭更加不是老闆的妹 而是老闆的女 不過為了畫面好看 我也不明白為何她會這樣作出調整 但為何要強行賣下她們一早就認識的伏線呢 毫無原因從天而降就有一塊大玻璃 女主角原本跟哥哥在聊天 突然瞬間轉移就飛去救妹妹 妹妹出事 哥哥竟然不是第一時間衝去救妹妹 最離譜的是很大塊玻璃插在手臂上 竟然是不會掉的 去到故事中段的時候 我想看看男女主角 怎樣可以對付這個有身份有地位的平和攻擊的時候 你竟然跟我說 男主角是大財團的太子爺 他因為跟家裡鬧飯所以走出來 然後有什麼事就可以回去 用錢解決問題 那窮人怎麼辦 窮人就要向現實低頭 沒得去追求真愛 以上種種的情節對我來說都太過TVB 我才不能夠接受 就好像頭痛妻一樣 單單兩集就完結了就算了 還好看 最令我受不了的都是那個風水師 我每一集就好像吊虛鬼一樣 角色之間在那邊穿穿插插 突然之間就煞有介事地跟你說 我提得出你的本性並不是這樣的 你要跟著你心裡的想法去做 才可以的 如果麥寧寧和七師傅這樣跟我說話的話 我肯定立即吃電視 我只是想看看角色是有獨立的思考能力 不如你在高級公寓大堂那裡放一塊鏡 然後那些女人有什麼事就走過去問 摩鏡啊摩鏡 我老公出了鬼啊 怎麼辦啊 阿笨 好 雖然一口氣就說了一些我不太滿意的地方 但是在日本這麼壓抑的社會裡面 在描寫出女性的心聲 還有他們對於婚姻的一些真實想法這一方面 這一個作品是做得不錯的 所以劇集版我會給7分 因為做資料搜集的關係 我就找到漫畫版來看 其實都不錯的 因為短短的故事 10至15分鐘你都已經看完 而且每一個都會有驚喜的部份 就像揭尾鼓一樣都蠻刺激的 所以漫畫版我會給8.5分 除了之前我提過的懸藝妻之外 另外我都會推薦登山妻這一集 這兩篇故事看到最後我都真的 好 今天的內容就來到這裡了 你又喜歡不喜歡金魚妻這個作品 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如果有其他日劇你想我說的話 都可以告訴我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按個like share給你的朋友 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更加你的鐘仔 之後有影片你就不會錯過了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